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李慧怡 这一环节嘉宾有Stanley Stanley 你好 跟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是普遍下跌的 换心300指数收报4889点跌50点 心情城运指数收报13555点跌176点 上市综合指数收报3347点跌26点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报26505点升95点 国企指数收报10452点升36点 大市成交1359亿 Stanley 和大家看看市况 都是闷闷的 电脑隔晚美股只有纳指升 在科技股带动之下 今早港股都升近最多300点左右 不过慢慢又缩下来 其实今早上去10天20天线 但是回来下午都是这些 区间上落了 收市都是升90多点 下个星期回来有什么因素 需要特别注意 是否都是看新股陆续上场 这样充气一下呢 才会那么满呢 其实大市本身 过去这个星期的时间 你说 都叫做有点而波幅的 因为如果以大市来计算 星期一的时间 大市也叫做又曾经在26300 大概26900这个位置 都叫做拉脚的 就是曾经出现过这个状况 不过如果以整个 11月9日、11日的时间开始计算的话 基本上港股 就是一个恒指 其实是离不开2600 大概2700这个位置 反映的是整个大市本身 都处于一个 比较是 我们叫做长方形的形态 就是仍然都是 代表一个的格局 你说这段时间 其实有个 好像外围本身 都叫做好了 但是 A股在过去这两天的时间 那边呢 又好像有点而转差了 都某程度上 是拖累了港股投资的气氛 而且其实对于港股来计 大家可能最关注的 都是 有两个情况 第一就是说 第一就是说中美关系 因为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中美的关系 都令到个别板块的股份 都有一些比较大的震荡 事实上 如果你看到今天的时间 如果以52周 创到52周新低的股份来计算的话 其实有很多只 都是说 因为之前你说 美国那边 制裁一些行动的 那些公司是要沽货的 就是这个情况 很多的股份其实那一批 都在52周新低的位置 都反映回来说这些事件 对于你说港股的投资气氛 就是个别的板块里面来计算 都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 其次都是要留意的就是疫情的变化 因为其实你见到现在 全球很多的地方 都开始绿绿 都好像有些叫做疫苗的接种 那我们要看一看 到底成效有多大 因为如果这个假设 之后的时间 可能你说那个疫情 可以慢慢叫做改善的时间 那大家对于那个叫做 那个经济的冲颈 那个服务的冲颈 真的会比较大一点的了 那可能对于这个市场的气氛 就会有些帮助 那但是当然啦 如果这一天疫情 还是好像你说现在这样 都还是可能 都是比较 叫做那个扩散的情况 都还是比较显著的话 那对于这个市场的气氛 都会有些影响的 所以暂时来说 你只要可以说 每个大市都是在26000、27000这些位置都暂时 是先拉住 那还有情况就是 现在因为市况都比较上 是好像没有方向 那资金都集中在一些新股 以至到可能来说 一些个别的干产板块身上 所以整个大市 如果你简单来说 就是说 在未来这一段的时间 都是持着一个叫做 是炒股不炒市的格局 是的 后市都是炒股不炒市 Stanley 都说了 就是大概这些区间上落 留意中美关系和疫情的发展 今天都不说都不行的 就是这只泡泡马特 Stanley 是的 今天早上开超过一倍 不过之后就没什么力 再下一城 见他其实下午 我见他70元这个位置 拉脚了很久 不过收市都已经出来了 刚刚收报69元 刚才七字头那些 不走的朋友 是不是都不要再抓住 还有下个月回来 会不会再向下的机会都很大 我想如果以今天那只泡泡马特的走势去看的话 都挺有趣的 这个是今天他的一分钟图 其实你可以说 高开完之后 都不断有个 可能你说 就是叫做那个升幅 又不断叫做收窄 但是如果以收市价去计 那间是69元这些位置去计的话 其实那个叫做招股价 相比之下都升了大概七成左右 其实你说如果这些新股里面来的话 那个的回报和这个表现 都算得相当不错 但是当然了 你说这间公司本身的基本面 是不是真的 可以说真的那么好呢 令到它的股价可以走得那么快呢 我就有点保留的 因为如果在某程度上 公司的业务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它有一些IP 就是一些或者一些角色 其实它对主要是买一些 或者一些玩具 或者一些公仔 这些业务 其实某程度上 你说这些业务本身 是不是真的叫做 那个价值很高呢 我觉得是一本半的东西 还有就是那句 你说一间叫玩具公司 简单来说 一间玩具公司 它的市值 真的去到今天的时间 曾经 打破过过千亿 你说这个股价是什么 就是合理的情况呢 我觉得真的不是很合理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现在的部署策略 就说 其实没有了 我都认为就是说 其实大家如果之前是IPO抽出来的 看到有赚的话 尤其是这些位置 赚幅那么多的话 我都会建议大家 都是沽了它就算的 但是没有货追不追呢 都不建议了 说真的 因为始终都是那句 那个股值都真的很高 虽然 如果你回到它那个招股书 见得到的了 它的增长不是慢 它也是颇快 但是问题是值不值得 有没有价值成千亿的市值呢 这一下是值得商榷的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这一刻 真的可能是没有货的话 都不建议大家追这一只 还有因为新股都没有的 新股其实很可能没有听 你说都可以炒去 可能头几十的时间 反而突然转 你说如果大家真的 炒到一些新股的话 反而抽一些现在 可能还没上市 超新股那些 可能更加之好 大家留意 Stanley就不建议这一只 再追进去 还有有货 也好先吃了一户 再看另外一只Stanley 就是汇控 事源汇控获英伦银行 批准恢复部分的派息 前提就是 银行要有充足的资本 以应付新冠疫情市场的情况 见到它有机会派饭息 不过见到汇控 今天其实也不是很弹得起 最多是升超过1% 收市也要倒跌0.6% 这一只 今天大人比喻 会不会因为之前 10月开始都升得太多上来 这个消息都不太帮到手 的确实是 因为你也可以说 你说英伦银行 是可能说 统计反正金融机构 派息这一样东西 其实之前大家都有点 而是预料的 因为你见之前 已经有些大行 一些分析 或者一些 暢好回控股价的原因 都是说它本身就是 就是这个金融机构 会批准它可以叫做派息 所以今天这个消息 对它的股价的帮助 其实不是很大 因为有点也就是意料之内的事 反而就是说 回控之前公布出来的 一些联盟的数字的话 你会见到的了 它那个充足比较高的 其实不仅是它的 渣打也是的 所以也可以说 两间公司 其实它们本身 是有充足的资本 它做了一个叫派息的行动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 真的不大 大致不过就是说 股价在过去这一段的时间 特别是 如果这回控为例 它的股价之前的时间 由低位 大概是27.2厘的位置 都已经弹上来 这一段的升幅 都真的不小的了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 对于它的帮助 都真的不大 还有严格上 对于这一些金融股 你说现在这些位置 还要接不接呢 我都会觉得真是良体的 因为事实上 如果以回 未来金融预算的前景去看的话 似乎变数还比较多 经济状况是一个 大家要关注的情况 第二就是 因为我相信现在 可能回用这些公司 都面对着很多 可能你说的法规 监管这些状况 所以变成去过前景的方面 其实我觉得就 似乎 你说到这些位置 即时 可能之后的时间 那个金融状况 真的可能有些改善也好 它的股价都真的可能到这些位置 可能要先吐一吐气 所以 你以为假设大家是有货的 当然了 都有一点以后望穿抽水 终于可以说 下年的时间 有机会可能派回息 都是一个比较上是 利好的情况 但是股价始终 达得太多了 所以变成到这些位置的时间 你去屋间有机会 可能再有些比较可攻的升幅的话 真的会有些难度了 所以有货的建议 继续持有货的 但如果没有货的话 这些位置就不建议大家 这么高位追购着的 是的 先握住 这个消息对市场来说 都不是什么新鲜的 不过可以先握住 Stanley 看多谢 碧桂圆服务 我看到他今天有个配股消息出来了 看到他就说 会配售1.7亿股的股份 每股配售价是45元 较上日收市价 是折让了9.5% 集资近78亿 看到他今天 收市跌了半成左右 收报47.2 Stanley 以配股来说 其实是不是也不算跌得很多 比预期中 还有这一类要不要避一避 这些物管股 其实他的股价 讲过去一两个星期的时间 股价走势 相比其他的一些物管股 他的表现其实算是好的 他的表现算是挺理想的 因为你看到很多物管股的股价 其实在过去这几天的时间 有些不断是破底的 刚刚提及到 有些叫南光家寶这些 其实他的股价 是上了一个52周的新低 反映这个情况就是说 这一类的物管股 他们的股价的表现 都真的可能相对来说 是比较顺势的 这一段时间 连大家都很失望 但是相比之下 给个人服务呢 反而如果股价 过去这一两个星期的时间 其实做好的 相对比较强的 所以你说这次的配股行动 又不至于说完全是好突然的 因为你可以说 也可以说 好像见到股价 现在那么强势 可能这一下的配股 就会解释回那个原因 当然了 要以配股的情况来看的话 因为跌下跌至9%左右 现在股价跌5% 跌幅 目前的路上 那个股价的跌幅 就不算是很大 甚至可以说 都算是这样 就算是 可能有一些支持 而且你说 在下午回来这一段时间 也有一些消息提及到 就是说 这次配股的对象 都包括这个腾讯 当然你是腾讯 为什么会有兴趣 不得而知 但是起码就是有一些 就是拍着一些 我们叫大妈撒 这个对他的股价 或者他的发展方面 都相对比较正面 而且公司今次这些并购 其实都是 他也是一个原因就是 都是想做一些 可能你说 资料的时间 资料的时间 相信那些叫并购的部署 所以变相之下 对他的股价的 表现来计的话 又未主要太过负面 所以初步看 其实你说股价 当然了 如果这是以整体来计算的 就是这个物馆股板块来计算的话 都是比较差的 不单单是他 整个板块 都是比较差的走势 所以你说短期的时间 他的股价 又有没有机会再跌落 再刺下去的低位呢 我觉得不排除这个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以有货的投资者 我都会建议暂时来说 因为公司都可能知道的时间 有些的后座 可能有些 并购的部署的话 暂时可以考虑下 拿着货 但是如果你是真要担心的话 暂时 都是以之前 刚刚提到的 可能大概 45元左右 做个止蝕位 大家可以留意45元这个止蝕位 虽然配股 但后市也不会看得太淡 谢谢Stanley 你这么详细的分析 都和你申报 以上提到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也没有持有的 谢谢你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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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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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